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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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寻 多少次的口温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眼神歪迹有无尽 日久它乡进故乡 鸟子 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当我已可知道 耳鸟的心肠 一碗水 一杯酒 一朵雨 一生情 你 你 一生情 一生情 是一生情 一生情 就是 一生情 福建安西南岩村 一场乡村茶王赛正在紧张地准备着 一年一路的茶王赛 犹如一壶刚刚烧开的沸水 激发着茶浓做出好茶的热情 2015年南岩铁观音茶王赛现在开始 茶王赛是当地的一项重要传统习俗 并一直沿袭至今 它激励着辛勤的茶浓不断努力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茶被视为淡薄平和的象征 但是对制茶人来讲 优劣胜负却关乎生育 因此在当地的茶王比赛中 流传着胜者登仙不可攀 疏同详相无穷尺的说法 这些倾注着茶浓心血的好茶 如果单独泡出来 每一杯都香气肆意 难分多重 但是当把他们一起摆在这些老茶人的面前时 却高下立线 王漫龙先生 王漫龙先生 德国王漫龙 我们感谢鼓励 在众人的促音下 茶王被推上宝座 享受着村里人的众星捧月 八台大轿 穿街而行 这是一份莫大的荣耀 古老的习俗 不仅让今年的茶王倍感自豪 也在激励着所有的茶浓 来年做出更好的茶 拔得头筹 才能享受这无尽的风光 南沿村坐落在福建省安息县的大山深处 这个被称为铁观音故乡的村庄里 居住着两千多人 村民大都姓王 唐代末年 王姓先祖王沈之带领族人 自中原南沿到福建 五代十国时 建立敏国 被后人尊称为开敏圣王 福建闽南地区山高林密 土地稀少 远道而来的王氏先祖 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片土地 他们开山种茶 繁衍生息 在南沿村林看来 吃苦耐劳 敢于拼搏 是他们在这片山林间 立足的根本 这也成为王氏家族 教导子孙的处事原则 和行为规范 在南沿村 王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中 最让族人感到骄傲的 是清代茶商 王三沿 清同治十年 王三沿和十多位村民 一起外出挑运大米 在返回途中 遇到了暴雨 为避免大米受潮 王三沿找地方夺雨 而耽误了行程 在向雇主交货时 冒雨赶路被淋湿的大米 都多出了重量 而王三沿避雨及时 大米的重量没有增加 却被雇主怀疑 他途中偷米 跟当挑夫还说到 人家这个怎样冤枉我 路上一发皮 一生气 路上就打到那扁条 后来领警一想 那怎么办呢 他苦思勉想 就是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说 还是要把自己生产的 铁关琳 挑运到上桌去买 通过这样赏赐以后 他感悟到是说 当茶饭的效益 比当挑夫高 从此就走上了 茶笼 煎茶饭的生活 王三沿做生意 肯吃苦又讲诚信 小茶饭 慢慢做成了大茶商 1876年 他在厦门 开设了煤济茶行 还聘请了英语翻译 把茶叶生意 做到了海外 从此 求变赶拼 就成为王氏家族 经商致富的法导 公成名旧后的王三沿 回到了南沿村老家 用了十一年的时间 建起了一座大宅 取《论语》中 君子太而不交之意 并名为太山楼 王振忠是王三沿的曾孙 七十多年前 他就出生在这座太山楼里 2004年退休之后 他回到了家乡 默默守护着祖上 传下来的这座太山楼 在他看来 王氏先祖在昆南面前 不退反进 求变赶拼的传奇经历 始终激励着后人 从那时起 知难而尽 作为家规祖训 正式记录在 王氏家谱之中 自农公三是争论一职 用现在话来说就是说 不管你从事哪一个制约 就要自强不息 混两图强 这个对我们后代影响很深 这个教育是 一代接着一代传下去 华侨大学 王建社教授研究闽南文化多年 在他的眼里 知难而尽 是对南沿村影响最深的传统文化品格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所看到的就是触目 所见都是山 闽南流传了这么一句俗语 就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 那么就由于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说也就造就了 闽南人的这么一种 爱拼感应的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从祖辈开始 就有这种敢于闯荡的 就是敢为天下先的 这样一种精神特质 正式有了吃苦赶拼的精神 成就王氏家族的一番事业 曾经山高林密 蒙虎出没的南沿村 成为了明造一方的祖措窟 也就是聚集望族大宅的风水宝地 围绕着泰山楼 王姓各支系的房屋 如梅花形状分不开来 寓意守得碎寒苦自有香气来 教导子孙后人要有坚毅顽强 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在泰山楼的下方 是王三严当年的老屋 这座被视为南沿人精神家园的 闽南大座 被称为福勋居 对南沿村人来说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离家多远 总会在心中想念这种曾经居住过五代王室子孙的老宅 每次回乡 王室后人都要到这里祭拜先祖 直到今天 里面的很多摆设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以前都是一个空地 赚到钱就变了第一栋的复兴地 以前一家人 我们王三年的祖孙都全部住在这里 五十八岁的王曼元 从小在南沿村长大 二十四岁离家闯荡 三十多年的风雨坦克 让他对祖先知难而尽 求变赶兵的家规祖训 感慨良多 回到家乡 看到祖屋内曾经熟悉的一切 让王曼元想起很多儿时的回忆 王曼元就出生在福兴居老屋里 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对他来说都是那么亲切 王曼元的父亲王连丹 当年是村里的制茶等手 他精心配置的泰山风铁观音 1945年 曾在新加坡国际豆茶赛场上 一举夺得金奖 成为第一个 在海外获奖的铁观音茶王 但在南沿村人看来 父辈的荣耀只能代表过去的辉煌 年轻一辈成长起来后 要在真然而尽的祖训下 去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 王曼元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三十多年前离开家乡的情景 一向严厉的父亲把他送出了村口 又一直送上了车 注视着他慢慢离去 过1981年 81号早晨很早 七点多 跟我父亲就从这个大门口走出来 走到那边 那个有一条小路这样走下去 走到些安静 再去坐车 上午上车的时候 我爸爸向前的时候 眼力流出来 他说小孩子啊 爸爸养你到这样了 以后你靠你自己清闻力 我说爸爸你放心 你养我那么大 到现在我应该自己走出一条路 自己清闻力 带着父亲亲手制作的十二斤铁观音 王曼元独自一人去了香港 起初他只能靠外些散装茶叶来维持生计 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几百块钱 我刚出去的时候 自己眼里不痛 路也不熟 我晚上就睡不了 面看着天马板 我怎么生活下去 以后怎么成家 但是我对自己讲 很严格地对自己 我们祖先以前都 也是打遍一个跳舞出来了 但是我出去也是两出空后 我也是一定能打遍后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一直有着先人的荣誉 后人的追求的做法 知难而尽 不仅是王氏祖先对后人的告诫 也是王氏子孙对自己做人做事的严格要求 由于血脉相承 祖上的荣耀也使得王曼元格外努力做事 爱惜这种生育 不让祖上蒙羞 靠着一股子 没日没夜的拼劲 王曼元终于在香港闯出了一片天地 如今他不仅拥有自己的商号 还担任了世界茶叶交流协会的会长 这次在家 王曼元的哥哥拿出了父亲珍藏多年的紫砂糊 和曾经亲手炒制的茶叶 父亲虽然已经过世 但老人亲手制作的铁观音 却在老屋里久久奢相 这个罐子是从解放前就有的 到我三弟要去香港的时候 我爸自己炒的茶 给我三弟带出去十二斤 剩下一点点就留下来 我三弟回来了 还拿出来泡一泡茶 经过岁月的讨练 这杯烫孔暖心的热茶里 浓入了漂泊在外的 游子心中浓浓的香抽 这一刻 多年累积于新的思乡之前 全部随着茶香在老屋里 阴阴开来 如今王曼元的儿子也已成年 紫城副业做起了茶叶生意 这一次他让儿子跟自己一起回到家乡 了解制茶的经过 7点就起床 有些走路以前都是爬山上去 要走一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 最好采茶是太阳刚出来 雾水刚刚要干的时候 那个采茶是最好的 就7 8点 8点半到9点是最好的 经常是8点到9点 采到11点 这个要是采的对两个一 这个采 顾仙对于王曼元来说 充满了感情 他生于此 长于此 离家后 山上的这片茶园 就成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里不仅是他人生的起点 也给予他外出闯荡的勇气 和吃苦拼搏的力量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 那么他就造就了 闽南人的这样一种冒险精神 那可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风浪 各种意想不到的一种困难 这些困难如果你不克服 那你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所以我们这个闽南人 其实很早就有这种意识 如果说他们没有这样一种冒险的精神 没有一种敢为天下仙的 这样一种大无畏的乞丐 那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在南延村里一直流传着 少来不打拼 晚年无名声的俗语 教导年轻人要勤奋拼搏 只争朝夕 90后的王思怡 曾经是一个网瘾少年 由于沉迷网络游戏 刚图到初中二年级 他就辍学回家 通宵达旦地陷入虚拟的游戏世界 是南延村民眼中教不好的坏孩子 有一次的话就是在网吧里面玩大概可能好几天吧 不回家 我父亲从网吧里面帮我把我抓回来以后 我也非常愤怒 也对我太失望的那种感觉吧 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把我轰出家门 给他说了好几次 他不改 说咱们这个家族没有出现了像这样的孩子 很生气 每个人的言行都事关家族的荣誉 父亲的训斥深深刺痛了王思怡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 默默想了一个多月 少来不打拼 老来无名声的老话 唤起了他 他决定扭转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的性格可能也不要 就是说你越反对我的话 我越要去尝试 你们越不相信我的话 我越要去做 在南衍村传承了千百年的 知难而尽 求变敢拼 激励着这个年轻人 他想要改变 研习了几百年的传统卖茬模式 用网络开辟出新的市场 他尝试向网上的游戏玩家 推销铁观音 第一笔单子 对方没有付款 他就发了货 结果钱却没能收回来 那可能就是我父亲 那个时候可能多多少少知道 多少茶叶出去 反正不管我了 出事不利的挫折 并没有让王思怡放弃 直男而尽的古老家训 让他执意 均持下去 2009年 王思怡开了一家网店 他把顾客定位在喜欢上网的白领和大学生 以低价进入市场 几十块钱一公斤的茶叶大受欢迎 一个多月后 王思怡接到了一笔八千元的地方 这让他异常欣喜 然后结果把这个茶叶邮寄出去以后 在第三天 就钱已经收到了 然后我就把钱取出来 递给我家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父亲 可能那种眼神跟微笑 可能又跟以前我在网游网吧的那种不一样 这次成功的交易 让王思怡认准了网络营销的前途 也让父亲转变了对他的看法 经过和家人商量 王思怡在村里发起并成立了茶叶合作社 全村的85户茶农全部参与了进来 我加入合作社已经有四五年了 以前没加入合作社的时候 那个一年的收入就三万多 现在加入合作社好的时候五六万 有时候六万多 有了茶叶合作社做后盾 王思怡和他的团队生意越做越大 2014年网店销售额达到九千多万 成为了阿里平台的十大网商 在南延村成就了一段新的传奇 这一天 南延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忙活了起来 就连许久没有转动过的老木盘都派上了用场 王花雄是从南延村走出的名人 如今他是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数学系主任 全球知名的密码专家 离开家乡几十年 但这里的山水和老宅 故人都像昨天一样亲切 这两位都是五中学小学中转合学的 我们都是同组装的 至少二十年 我跟他差不多二十年 但是这样起来还是很亲切 就是说以前我小时候他我个子矮 我觉得他高了很多 现在好像跟我差不多 天色渐渐淡了下去 服刑居里的喜庆气氛却越来越浓 这栋百年古厂中洋溢着团圆的味道 带小时候 隔条无命关 带条是无命关 带条是无命关 王花雄软道回家 村里的亲人们特意做了地道的家乡小吃米糕 以味界漂泊在外的油脂 这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的米糕 那时候我们都是只有到逢年过节 中秋节的时候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次回来吃的特别亲切 还是家乡的味道 还是以前的味道 和中国大多数家族一样 南衍村王氏一族也一直提倡着更读传家 不过他们在对子女读书求学的要求中 加入了更多拼搏奋进的内容 王氏族谱中专门列有 至为君子 学忧则是 巧能捕捉 只争朝夕 持之以恒 功无不克 明灯党首 光前欲后的条文 要求后辈子孙刻苦读书 发奋途强 像王花雄一样努力读书进去 通过自己的拼搏 成就一番事业的南人村人 会受到整个家族的尊敬和推崇 伴随着古朴优雅的南衍 人们品尝着家乡的美食 细细丽丽的小雨中 家的温暖在老屋里弥漫开来 每逢秋季收场时节 在南沿村的南山上 都会举办祭拜铁观音母术的活动 来自世界各地的王室子孙 汇聚一堂 一颗颗铁观音 与南沿村这片土地世代相连 一杯杯家乡的热茶 唤起南沿村人无尽的乡愁 知难而尽 求遍赶拼的古老传统 伴随着王室子孙的脚步 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 生根发芽 风巧月 八桥流 一生斩重力 一家走 船道 海中 跨四海中 黄土的绿天愁 画中美景不胜手 从此相愁 绕心头 有自珍上泪 离人心上求 尽处相愁 我的同胞孤肉 秋水一人青山黄秀 何日相逢在 只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